柳神离开前让五色雀这位大佬赵福十号 为何十号还会陨落一次呢 在最新的剧情中 柳神交托五色雀 让他在自己离去之后对十号赵福一二 虽然五色雀不能与柳神相提并论 但也绝对是大佬级的人物 为何有五色雀的赵福 十号还是陨落了一次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五色雀的背景 五色雀是来自戒海的强大生灵 曾与柳神结下因果 所以才会帮忙赵福十号 而五色雀也是少数几个凭借自身一直活到大结局的人物 至少也有真线的修为 不然五色雀早就因神事溃散 而消失在岁月长河中了 之所以有他照幅十号还会陨落一次 完全是因为五色雀当时还没有真线的实力 我们都知道 五色雀曾亲口对十号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自己现在只是一团神识 并没有残余多少战力 且他还曾被人斩过到击 记忆都是一片模糊 无论五色雀当年有多么强大 但那都是当年的成就 被人斩过到击之后 境界就会跌落下来 想要再有以前的修为 就要从头开始重修 若是记忆存在 重修的路上也会顺利很多 但是五色雀记忆模糊 现在还只是一团神识而已 就算是他全力修炼 也不能与剑拳石相比 从柳神涅槃就可以看出 当年有先王的实力 现如今最多也就在至尊境 可想从头再修也是需要时间的 而五色雀根本不能与柳神相比 所以五色雀当时应该是修为不足 不然他不可能眼看着十号陨落而不出手相救 这与柳神交托的也不相符 而五色雀在大结局时能有真心的修为 完全是他苦修数百万年的结果 毕竟从开始到大结局时过去了几百万年 对此大家怎么看